台中立委陈伯韦俗称3Q哥今天到清水运动公园鼓励种树靠树木改善空污大自然系立委非你莫属 完全的本末导致你做一棵树要花多少年才能够长大 除非智障的人才没有想到这一点 等到那时候我们要牺牲多少人的肺才能够等到大时刻 所以这样的话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常态的不符合正常人的思考模式的 这个他怎么会去管这个问题他只要管有东西有这个回货可以拿就好了 我多买一点煤我就有回货拿他管理人民的那个身体肺部怎么样 他的利益最重要嘛这本末导致干嘛他那个东西选举的时候做一套 选上的时候又做一套这个是他也就都是为了要骗选票 要选举的时候他要答应他要关掉 然后船中的时候都没有了都讲话不算话 平原水就近火种大树就空污里长也要气扑扑 今天在我们36里装柱子 装柱子装柱子 等他到二三十年后可以改变到我们台中空气污量的问题 担扑委你目前是我们中法民国的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的官都的事发的做法是这样的 你敢不需要你立法委员的官都好好地立法院来看要如何解决到我们台中空气污量的问题 现在就像我担到二三十年后 我们台中人已经向陈海干怎么 你敢知道 请问陈大立委说好的中火停机一天的重树真那么厉害吗 各位观众让教授说点三十年 当然重树可以简单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你的量要够大 你如果说以现有的土地 台湾的土地非常的贵 然后要去种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能够足以跟我们讲五百万吨的 我们部长所讲五百万吨的这个 这个煤的这个使用量的一个底范的话 这个面积的话算起来是非常可观 而且还要考虑到树种 还要考虑到树种 并不是每种树都长得很快很大 它的固碳量都是可观 因为树种的话 也影响它成长的一个速度的这个情形 如果以种树来抵范我们现在的燃煤的量 燃煤的量太大了 这个实在是扯水背心 你看一个树要慢慢的成长 它能够固多少碳 每一年增加多少碳 就是每一年的那个所谓固碳量 不是它长多大就是固碳量 不是 它是每一年增加多少的体积 才是它的固碳量 所以用这个种树来抵范这个燃煤的话 这个是差太远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这个实在是太不成比例 太不成比例 如果让我选上了 我明年春节忠活观议店 明年春节忠活观议店 匀 Genau 就像グal 传媒 今天 很美味 还可以 其实 我 是 这是 六 康